上回叔说道,在痛失想速散道歉的机会之后,我悲痛万分地开启了下一把游戏,想到了刚刚他打完,很可能难过地关闭了游戏。既然这样,那我就直接弥补他离开所带来的空缺。你离开以后,我就成为了你。 既然都完素散了,那皮肤也得安排上一样的残花泪。坏了,才发现我没有残花泪,不过没有关系,直接紫鼠拿下。毕竟这四千多的紫鼠跟他的难过比起来,简直微不足道。 人们常说,素散不能失去张狂和疯窗,就像盲女不能失去双弹和飞轮,两者都是同样的道理。 如果完盲女,我一六秒倒了,那我又该如何指望开门站呢?素散也是如此。 所以,我直接带上张狂和疯窗,主打的就是一个寄托希望于前妻。 但说实话,做了那么多准备功夫,我心里其实更想掏杰克。 因为这把的地图是头皮鞋工厂,如果我掏杰克,我就能有三个案件了,战斗力也一定能大大提升。 进入游戏,开局刷在了小门。 暗杀是成为高阶速散的第一门客,直接一手自信传伞暗杀大方,发现作曲家。 虽然有点传过头了,但无伤大牙,毕竟第一刀肯定是有了。 不慌,小黑的刀器大家都是知道的,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去。 打到这里,我好像明白了,为什么那把他玩的是小白,但看上去却有几分红润。 好在空了那么多刀之后,总算是拿到了第一刀。 张狂一想,摇铃登场,直接一个摇铃,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曲曲,甚至还拿了个震慑。 千气球时,发现大门机子在抖,挂过来还守到了病患的遗产。 既然闪现还没用,那我们就早用早CD,尝试一下闪现逼病患秒救,进一步把优势给扩大。 但俗话说得好,计划赶不上变化,看过上一期视频的家人们应该也都知道了, 在半夜打游戏,就是会有一种神奇的debuff加持。 这离我闪现过来后,没有点到普攻剑,在原地愣是罚站了一秒钟,视角都转了一圈。 但病患的病情好像比我更严重,也不知道是没反应过来,还是以为我已经出刀了,硬是给我送了个震慑。 但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,另一旁的先知闻讯赶来偷人。 但半夜debuff会平等地影响每一个玩家,先知一时间只想到了要救人,却忘记了要扛刀。 可怜的曲曲,一下椅子就躺在了地上。 先知救完人后,还不着急着走,那我高低得给你来上一下。 看来先知的病情比病患的还要重,破轮一出来,我瞬间补红瘟了,甚至有一点想道歉。 回来二挂曲曲,病患也被先知摸起来了,不慌,先踩个板观察下局势。 看来还是病患的病情更严重一些,要不是凭空出现一大团特效,我还没反应过来,他撞树了。 先知还在脸上吸鸟,尝试一下骗鸟,但没有成功,病患还想偷人,直接一个震慑打老师。 回头一看,先知也来了,这一波肯定要套鸟救了,那就直接把鸟打了,然后再摇铃打针对刀。 不是,哥们,你鸟呢?你这样真的给我整不好意思了,我都替坐在椅子上的区区难过,好端端地溜鬼后上椅,结果两个人来救,一个小馋猫吃了整整两个震慑,另一个爱鸟炉子,以此刷血线,以此没救下,我要换作是他们的队友。 哦,原来这一把还有个幸运儿,那么此时此刻幸运儿在干嘛呢? 那没事了,说实话,打到这里,我都有点想服了,赢了,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 思考间,先知起来了,尝试一下骗鸟。 不是,哥们,这距离我逆去利刀,也打不到你啊,看得出来,还是先知的病情更严重一些。 好吧,其实大家都差不多。 来到一位一决战环节,看得出来,幸运儿他早已在此等候多时,光从站姿就看得出来,这个人强得要命。 上来就是一套光枪组合拳,玩时还用护腕跑路,看来准备工作做的还不少。 追着追着,居然还浇了一瓶香水,这半夜都给我整迷糊了,还以为幸运儿加强了,都可以带四个道具了。 既然他玩得那么花,那我也来点花的,这个闪现我必须要打你一个震慑。 能拿刀,我就假装失误了,要追上了,我就假装空刀,我就不信这还骗不了你。 好机会,就是现在。 不对啊,我玩得明明不是隐士,怎么还会空闪? 小问题,剪辑技术也算技术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